您自己有沒有 也準備好叫戰手冊 我沒有 他有發了就好 他有告知民眾 什麼時候要民調 那應該怎麼接電話就好 有他發了叫戰手冊 我就不用發了 謝謝他 那算是協調的最後一天 你有其他考量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從登記一開始我就這麼說 那我登記以後到現在 我也都很低調 沒有針對初選 去做出就是哪一些分外的 也積極的什麼這個競選活動 都完全沒有 也沒有辦任何活動 演講會什麼都沒有 議員 現在那個 昨天合作委就認為說 您現在的動作啊 關於協調的問題 感覺有點像是在欺負賴主席 你是怎麼看這件事 我不曉得這從何說起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堅持賴主席 為不要 他也不會來介入協調 為什麼 因為賴主席身為副總統 兼我們黨的主席 他有國家大政 有我們整個民進黨的黨務 革新這些大事要處理 所以賴主席不應該 他也不會為了在一個區域的初選 他來要求協調 他來帶頭協商 絕對不會這個樣子的 所以而且 如果賴主席來介入協調我這個選區的話 那其他選區 那大家也會要求說 賴主席來了再說 所以我是基於這樣子的考量 我認為賴主席他不要 不要來 他也不會來 他也不需要來嘛 怎麼會特別為了這個選區呢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對手 大家就是說 對我的污蔑到此為止 我希望到此為止 我們社會很清楚的在看 我希望他不要再自負其短 不要再自負其短 我的主張已經很清楚了嘛 那賴主席也很清楚的 他就是沒有來協調這件事情嘛 所以怎麼會說我招踏賴主席呢 我不曉得這樣的話 這邏輯是從何而來 我真是不清楚 如果大家把我一開始到現在 我所有我參與初選的我的初衷 跟我這幾個禮拜以來 我的作為行為舉止言行 我都非常的低調嘛 那我就希望就這樣子 讓我登記了初選 那很公平公正公開的初選之下 走完成這一層 我來參與初選 我是更完備了 我們黨的初選的程序正義嘛 那完備了這初選 等於才讓我們的初選機制更完整 有完整的小局才有完美的大局 所以我希望說到此為止 那不要再多提什麼的 那他們這幾天在不管是在網路上 在新聞上對我的這一些 我認為這是攻擊是污衊 很多我沒有說的話 我也不是那個意思 我相信社會都看得很清楚嘛 所以我希望說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昨天有提到這個退休的部分 就是這次選完就要退休 不過剛才何志偉認為說 退休是私事 不要因為小我而亂了大我 所以這句話就我聽不懂 對那是我的私事嘛 那怎麼會就是怎麼會什麼小我亂了大我 奇怪 我不懂這個邏輯 我希望就是這樣 就是到此為止 我沒有什麼惡意之下 那接受我議會的同事的一個訪問 就是這樣啊 說了我自己都忘了是什麼時候說的 奇怪怎麼那麼注意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一次講吼 我信賴 但是不信邪 就是這樣 所以我來參與初選 我來參與初選 我是響應賴主席 他第一天就講了 他說這一屆的立委選舉 沒有限任優先都要初選 這麼講所以我來啦 啊怎麼說 我來選 就是分裂 他們選就是團結 他們污衊我 我是為了團結 我如果稍微回嘴就是分裂 然後定義是怎麼來的 我真的是不懂 那我個人是小我沒錯啊 是小局沒錯啊 但是有完整的小局才會有完美的大局嘛 大局也是無數的小局累積而成的嘛 所以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初選 有這麼難嗎 那已經在一個禮拜就要做民調 就初選就結束了嘛 不是嗎 昨天他也特別找這個賴希子地兵部 國人幫他站台 然後兩個人是呼籲你應該要把力氣花在對黨外上面 我就是這麼做啊 那我所有的力氣 你們看我來的都是 我要發表我的一些對國政大勢大非的看法嗎 我同樣沒有講我自己的事啊 我什麼時候把力氣用在自己黨內我不懂 他們連續污衊我那麼多天 他們污衊我就可以 就是團結 就是大局 我都沒講話 這樣也不行 然後說我的力氣用在 要用在對外 沒有錯啊 我是這麼做啊 他們對內吧 我沒有對內啊 我沒有對內 我只是 我就回剛剛這句話 就是說 所有的污衊到此為止 社會看得很清楚 那 我認為社會看得很清楚 現在要決戰民調了 您有信心可以獻出嗎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士林大同的選民說的 沒有 我認為我們士林大同的選民 就跟我們社會大眾一致的看法 就是選民有選民的智慧 其實這個在我前天到頭一次到市場去拜票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看到選民的回應了 其實我自己知道 初選的結果是怎樣 我其實已經看到了 他說政治人物不要向網紅為了追求聲量 然後不要做一些讓支持者覺得心累的事情 我不曉得他講誰啦 我不是網紅嗎 我也沒有做什麼讓支持者心碎 我不懂 我真的是不懂 我希望他們能夠把事情看更清楚 要用公正的心來看待 不要一廂情願的來解釋一些事情 那現在好像有認為 就是這個北市立委初選 好像也變成這個英賴大戰 甚至好像認為賴清德共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過去歷屆的黨主席 包括四年前的蔡主席 我們民進黨的立委選舉都有初選啊 那過去蔡主席的時候有初選 那時候人家會說是他前任的主席跟蔡主席 再過不去在大戰嗎 沒有嘛 我們政治上本來每一位要參選者都有他各自的屬性嘛 那只有王世堅沒有啊 我再一次強調 我再一次強調 王世堅就一個人 派系屬性 王世堅是姦系 一個人 那王世堅就是台灣系 我相信我們黨內所有的派系都是台灣系嘛 我廣義的講王世堅是台灣系 狹義的講王世堅的派系就是王世堅 奸系 就我一個人 那有好多人想要參與 我都跟他們說千萬不要就我一個人而已 你來這邊會跟我一樣的孤單 我有很多好朋友想來加入嘛 包括現任的公職啊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我不是要成群結社 要跟人家做什麼對戰 完全沒有 所以如果說把王世堅參與初選 就只成說是因愛大戰 我不曉得這從何說起 他們也知道蔡總統的為人 這麼多年來 我王世堅沒有參與過 英系任何的公開的活動 私下的活動都沒有嘛 我相信他們問問英系的人都知道嘛 當天陪我去登記初選的七個議員 就有三個就不是英系啊 不是嗎 這七位議員跟我在議會 他們都認同我在議會的表現 他們都跟我在議會有很好的交情 所以他們才陪我去登記嘛 就這樣而已嘛 那別人去參選也有人陪他們去登記嘛 那怎麼都不講 那我稍微有人陪我去 那就不行 那我搞不懂 我不曉得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啦 何志偉的競選口號是喊出了恰吉鬼怪不要來 是他要怎麼喊他的權利啦 但是選民會判斷嘛 那我是認為講到鬼怪兩個字 算了啦我就接受嘛 那我是希望我的對手他們 對我的污衊到此為止 不要再自取其入